这一节介绍轮胎的尺寸和规格。 轮胎的尺寸必须满足一些基本的条件。 轮圆钢丝圈的直径必须适应车轮轮网的直径。 截面的宽度必须适合于所要用的轮网,都要足够大,以满足相与汽车适当的承载能力。 整体尺寸必须允许在轮胎和汽车的车架间有足够的间隙。 所有的制造厂将轮胎的信息压在它的侧臂上。 斜胶胎的轮网直径和断面宽度用英寸标注,例如600×16,表明轮胎的断面为6英寸, 而适合在轮网上安装的盐口直径,通过盐座为16英寸。 承载能力有连层所指示,例如6PR。 轮胎的扁平率又称高宽比,是它的高度与其宽度的比值,它一般用百分比表示。 轮胎的扁平率越小,它的宽度相对于它的高度越宽。 扁平率为98%,意味着轮胎的断面高度比它的断面宽度至小一点,这称作电子胎或球形胎。 扁平比为88%,意味着高度比宽度小12%,断面较低。 它被称作中扁平率胎。 斜胎的断面扁平率小到78%到82%之间,被称作低扁平率胎。 然而,斜胎的高度使它们不适合再进一步减小它们的扁平率。 子五线胎的扁平率被制成78%,但是也有的扁平率进一步缩减为从75%到45%。